The Secret 秘密 是一本心灵励志书 本书作者朗达拜恩 是澳大利亚电视工作者 有一年父亲突然去世 工作遭遇瓶颈 家庭关系也陷入僵局 就在人生跌至谷底 生活即将崩溃时出 意外发现了 隐藏在百年古书中的秘密 作者还发现 许多当今的佼佼者早已了解 并运用此秘密 洞西这个秘密的人 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他们现身说法告诉你 幸福 快乐 健康 金钱 人际关系 这个秘密都能给你 了解这个秘密 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不论你是谁 你想要什么 这个秘密都能给你 要用多久的时间 另一件大家关心的事情是 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 我要买的车 我想要的关系 以及想拥有的金钱呢 我手中并没有任何守则 明白地说 它是需要花三十分钟 三天 或者三十天 其实把自己调整到 和宇宙本身一致 才是更加重要的事 时间只是个幻想 阿因斯坦这么告诉我们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 你可能会发现 这是你很难理解的概念 因为你看见每一件事物 都在发生 一个接着一个 但量子物理学家 和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是 所有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 如果你能了解 时间并不存在 并且接受这个观念 那么你就会明白 任何未来你想要的事物 现在就已经存在了 如果一切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那么你的平行版本 连带你想要的一切 也都已经存在了 宇宙显现你要的事物 是不花任何时间的 这是因为 你尚未达到相信 知道和感觉 你已经拥有它的底部 所以才会感觉到 时间的延迭 把自己带到想要事物的频率的 就是你 当达到那个频率 你想要的就会出现 所谓大小 对宇宙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从科学的层面来说 吸引一个我们认为很大的事物 并不比吸引一个我们认为极微小的事物更难 对宇宙来说 做每件事都是毫不费力的 小草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生长 它毫不费力 大自然的造化 就是这么伟大 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 我们的大脑意识里放了什么东西 取决于我们的思想里放了什么东西 是我们自己认定说 这是大的 所以要花点时间 这是小的 只要一小时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规则 对宇宙来说 并没有这些规则 只要你发出 我现在就用悠有的感觉 它就会响应你 不论它是什么 对宇宙来说 没有时间 没有大小 显现一百万 与显现一元钱 同样容易 过程都是一样的 然而 一个会来得快些 另一个费时久些 唯一的理由是 你认为一百万元是很多钱 而一块钱 则不算什么 有些人对小事物的感觉 比较轻松容易 所以有时我们会说 先从小的事物开始 比如一杯咖啡 就把吸引一杯咖啡 作为你今天的目标吧 持续想着 与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 聊天的画面 不知怎的 就会有人开始 和你谈论到那个人 那个人也会打电话给你 或者你将收到他的来信 从一些小事开始 这是让你亲身体验 吸引力法则的简单方法 让我和你分享 一位年轻人的真实经验 他看过秘密的影片 就决定 从小事开始做起 他在心中 想象出一根羽毛的画面 并肯定 这是一根独特的羽毛 他在羽毛上 想象出一些特别的记号 好让他在看见 这根羽毛的时候 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 这就是他刻意 使用吸引力法则 带来的东西 两天之后 他正要走进 纽约市街上 一栋高大的建筑物室 他说 他不知怎的 就朝地上一看 就在纽约市 这栋高大建筑物的门口 在他脚边 出现了那根羽毛 不是任何一般的羽毛 而是真正 他所想象的羽毛 和他心中所想的 一模一样 有着那些独特的记号 那一刻 他不但一丝怀疑 知道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 完美展现 他认识到 自己吸引事物到身边来的 惊人能力和力量 借由他自己的心灵力量 带着绝对的信心 他开始前进 创造更大的事物 人们总是惊讶 我总能在停车上 找到合适的位置 我是自从我理解这个秘密后 就这样做的 在我想要停车的地方 我会在脑中 想象一个停车位 有95%的概率 那真的会出现空位 我就直接把车子开进去 其他5%的时候 我只要等个一两分钟 就有人把车子开走 让我开进去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你可能就会了解 为什么那些说 我总是有地方停车的人 就是有车位可停 或者那些说 我运气真的很好 老是能赢得东西的人 总是接二连三地赢得东西 这些人期待他 开始期待伟大的事物吧 当你这么做时 你就预先创造了你的生活 预先创造你的生活 从你整个生活到今天 你要做的下一件事 都可以使用吸引力法则 来预先创造 普兰特斯·马夫德这位导师 在他的著作中 分享了许多吸引力法则 及其运用方法的动静 说明了预先去思考 你的生活是多么重要的事 当你告诉自己 我将会有一趟愉快的访问和旅行时 你其实是在你的身体到达之前 先发出了某种元素和力量 去安排一些事物 好让这次的访问或旅行 变得愉快 如果你在访问旅游 或者逛街之前的心情不好 或者在害怕 担忧着某些不愉快的事 你就是在事先 发出无形的信息 制造某些不愉快的事 我们的思想 或者说 我们心的状态 永远都在预先安排好事 或者坏事 现在你可以很清楚地明白 每天先去意想每件事 是多么的重要 无疑你一定有过 不事先预想生活的经验 其影响之一就是 你会又急又敢 如果你又急又敢 要知道这些思想和行为 都是根源与恐惧 害怕会迟到了 于是你就会事先 安排坏事给自己 若你继续横冲直撞 你就会在路上吸引 接二连三的倒霉事 此外 性力法则 会安排更多 使你又急又敢的 未来状况给你 你必须停下来 让自己离开那个频率 如果你不想招来坏事 就花点时间 改变自己吧 许多人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 追逐着时间 并且抱怨 时间不够用 那么依据吸引力法则 但某人说 他时间不够用时 情况一定会是如此 如果你用时间不够的想法 一直都徒劳无功 那么从现在开始 严正地宣告 我的时间 绰绰有余 并改变你的命运 你也可以把等候的时间 转变成创造未来生活的效力时间 下次在等待的时候 把握住那个时间 想象你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你都可以这样做 把生命的每个情境 都转变成正面的 借由思想 让预先决定你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 成为你每天的习惯 依照你所想要的样子 预先去想 让宇宙的力量 先去处理你要做的事 先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么 你就能依照目标 创造你的生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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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